大家好,胃酸倒流是一個很普遍的都市病 我們做過臨床的研究,電話的訪問 胃酸倒流的病徵可以是心口灼熱,心絞痛,甚至長期咳嗽 都可能是胃酸倒流引起的病徵 最重要是要知道什麼時候需要求診和看醫生 很多時輕微的胃酸倒流,例如吃得飽,吃得激 你可能會覺得酸的物體會湧上來 或者在喉嚨覺得有點苦,有點酸 如果戒口做得好,可能就不需要吃藥 但如果發覺自己要去買藥,去藥房買些胃酸中和的藥 如果是幫不了,就可能胃酸倒流不僅要用一些強少少的藥 或者甚至乎有少少食道鹽,需要求診去看醫生去做一個判斷 最重要是要知道,如果有胃酸倒流不是一個一次性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慢性,一個發炎的病也好 或者是一個功能性的問題也好 如果有胃酸倒流,最重要是得到診斷 然後醫生就會建議你考慮做一些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 我們最重要的胃酸倒流就是要看著自己的體重 如果有中央肥胖的人要減肥,適當的運動 要看著每日吃的食物的次數和份量 如果是比較喜歡吃刺激,油煎炸,肥膩辣的食物 我們通常會做多些胃酸的 你要注意這些食物,然後減低你身體胃裏做出來的胃酸 就可以減低胃酸倒流的問題 小吃多餐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每餐都不要吃得那麼飽 寧願多吃一兩次 亦希望做的胃酸會少些倒流 睡覺前喜歡吃少許零食的人 就要更加小心注意 因為我們睡覺前,如果是吃了些食物 比如說薯片、零食 第一,油和肥,通常會做多些胃酸 睡低的時候,胃酸就會倒流 睡覺睡得不好、窄醒、呼吸的問題、咳 都可能是胃酸有關的問題 最重要就是胃酸倒流 有時跟心臟病的病徵都很相似 如果是不清楚 就一定要去諮詢醫生的專業意見 去看看會不會是胃酸倒流 以及需不需要用某些藥或治療去控制